五个人伪装成变色龙丸捉迷藏 最后一个被发现 就能将十万美金带回家 规则很简单 就是隐藏者们不能躲在暗处 只能躲在明处 隐藏者为了能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也是绞尽脑汁了 利用颜色来伪装自己 小黑第一个进行伪装 他来到客厅 尝试让自己融入壁画中 可是身上的黑和壁画上的黑明显不是一个等级的 这样很容易暴露 于是 他又尝试躲在篮球框 可是娇弱的篮球网根本无法承受小黑的重量 接着 他又找到了一个黑色的柱子 他抱着柱子想要跟柱子融为一体 不知道小黑的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 纤细的柱子怎么可能遮到你庞大的身躯呢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能打出来我就把手机吃了 小黑又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他一路小跑着来到了车库 原来他觉得车子也是黑的 如果能和黑色汽车一起肩并肩就太完美了 举办人精神小伙笑出了猪叫 这也太明显了吧 接着轮到小白隐藏了 小白觉得趴在白色桌子就很优秀 精神小伙告诉他那样子就太明显了 小白选来选去 最后还是决定就隐身在浴缸 你还别说 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 接下来开始小红隐藏了 他忽然想起楼上有间房子 里面全是气球 他贴着气球站好 但是下面没有任何的遮挡 一眼就看出了毛病 所以 他只能被迫转移隐藏地点 看到外面有很多的红色花朵 小红顺势决定 就藏在花朵的后面 可是这样也太明显了 于是 他又继续寻找更完美的隐藏地点 很快发现了一块红地毯 颜色正好合适 他就趴在了地毯上 接着是小绿了 他一出门就趴在了草地上 可这两个绿色明显不一样 于是他又想到了墙边的绿植 看起来还是很明显 身上的荧光色太亮了 藏在墙边简直是闪闪发光 于是他铤而走险 直接上树伪装成树枝 最后只剩下小蓝了 他发现了一个蓝色的沙发 整个人就趴了上去 但是这样也太明显了 接着 他又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他一路小跑着来到了泳池 原来他觉得泳池也是蓝的 如果能和泳池融为一体 那就太完美了 五个人终于藏好了 寻找者如花也收到了指令 开始行动了 到底能不能找到他们呢 如花终于现身 一出门就发现躺在地毯上的小红 小红表示我隐藏得这么完美 你是如何发现我的 如花表示这隐藏水平 还不如幼儿园的小朋友了 接着他又来到了泳池边 一眼就看见了泳池里面的小卵 一下就找到了两个人 让如花瞬间膨胀了 顿时觉得自己应该能提前完成挑战 紧接着他就进屋搜索了起来 看见白色的窗帘 以为小白一定藏在里面 结果一手打下去 打了个寂寞 很快来到卫生间 在浴室里发现了小白 接着如花又在外面搜索 路过车子时一眼就看见了车子上的小黑 暴露的小黑让如花笑出猪叫声 你们这群呆瓜 藏的位置怎么那么弱智 最后只剩下小绿没找到 如花在草丛里不断翻找 突然发现草丛有被人踩他的痕迹 于是顺着痕迹一路寻找 最终发现了蹲在树上的小绿 小绿成功靠着同行的衬托 是最后一个被发现的 所以他拿到十万美金 而第一个就被发现了小红 则要接受如花的惩罚 他戴上一顶妖劳的假发 而且还要穿着裙子 在路边跳舞 真的是太惨了 如果是你 你想成为寻找者还是隐藏者呢